几间大火熊熊燃烧 建筑陷入一片红海之中 现场出动云梯车撒水灌救 火势实在太大 铁皮房屋凹陷变形 高挂的店家招牌摇摇欲坠 甚至有的已经掉落到地面 消防员合力移开 好让水柱继续灌救 这起火警发生在9号凌晨3点多 地点位于嘉义知名的文化路厌室内 文化路与盐平街口一间铁皮屋 突然起火燃烧 附近店家闻到烟灰后 立刻探头查犯状况 看过去的时候都烟整个都冲上来 然后我们就赶快打119 然后119叫我们赶快整个全部都撤离 然后我们就全部都出来在这边 第一时间附近民众一消防员指示 先撤离到马路上 而消防局派遣22车61人前来现场 建筑物已经全面燃烧 现场大概 大概都是铁皮家带的一个建筑物 那因为它的二楼以上 过去也有大量的一个装甲 也有大量的一个装甲 也有大量的一个装甲 好像还起来炸开迅速快速的一个燃烧 燃烧范围包含三天前新开幕的娃娃机店 还有服饰店扭蛋店总共五间房屋 拔虎受到影响 燃烧面积约300平方公尺 消防人花了约一个半小时控制住火势 从上往下看 整个建筑物塌陷下去冒出整阵烟雾 现场出动重机具开挖 处理弹火 火灾现场满目兆盈 看车上还有被烧过的痕迹 这把无情大火把身材工具 偷偷都烧掉 同胞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够 恢复营业 今天新闻季健和张力领 廖子盼嘉义开场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